今年的7月,NASA公布了 《微博太空望遠鏡》的第一批全彩照片 這些絕美的星空罩,立刻在網路上瘋傳引起全球轟動 究竟號稱史上最強最昂貴的《微博太空望遠鏡》 到底有多厲害? 他拍到的照片,為什麼會讓科學家們這麼興奮呢? 今天就讓我們一起來聊聊《微博太空望遠鏡》吧! hiho 大家好,我是志祺! 從NASA公布了微博拍攝的第一批照片之後 時不時後就會在社群平台上看到這幾張照片 甚至你可能還看過這張一假亂真的橫行照 那看到這些影像,很多天文迷激動的都熱淚盈眶 覺得人類這麼多年的投入,終於得到回報了 但對其他人來說,可能會有點難了解 這些照片的背後代表了什麼意義? 咦,不就是一台新的望遠鏡和一些很漂亮的照片嗎? 到底哪裡厲害呢? 今天的志祺七七將會帶大家 從科學家們對微博的構思,設計開始 一步步了解微博一路走來的發展歷程 這個被譽為人類偉大工程成就之一的微博望遠鏡 究竟是怎麼出現的? 為什麼NASA不惜砸大錢也要把它送上太空呢? 但按照慣例,在開始之前 我們先進一段工商服務時間 想學點AI科技跟元宇宙的技術嗎? NVIDIA 的GTC人工智慧與元宇宙大會 即將在9月19到9月22,全球線上同步展開 其中的重頭戲之一,是執行長黃仁勳 在9月20日的晚上11點 為大家帶來令人驚豔的最新技術主題演說 此外,大會也再度邀請到三位圖領獎的得主 以及全球各界領袖與專家 帶來超過200場的人工智慧精彩講座 而這些講座,都有NVIDIA提供的PDF講義 讓你更好吸收 另外,今年GTC首度推出了9場 Watch Party 中文導讀講座 由NVIDIA 台灣技術專家 以中文講解及時互動解答 其中,特別推薦這兩場 關於智慧醫療和新一代AI平台的精選講座給大家 喜歡實際動手學AI的朋友 可以報名NVIDIA深度學習實作坊 今年的中文課程,會由專業講師 帶你學習如何使用AI預測設備狀態 辨識異常狀況與原因,預估零件的壽命 完成後還能把證書帶回家喔! 有興趣的話,就點擊下方的連結 免費報名GTC 線上大會吧! 現在還有抽獎活動,可以參加唷! 1990年,哈勃太空望遠鏡發射升空之後 陸陸續續傳回許多壯麗的照片 也傳回許多珍貴的星體觀測結果 徹底改革了近代的天文研究 那有了這一大突破,從1996年開始 有許多科學家開始思考 要如何培養哈勃望遠鏡的繼位者 因為在原本的計畫當中 哈勃望遠鏡只會服役15年左右而已 必須要由下一代的望遠鏡繼承哈勃的任務 於是2002年,新的望遠鏡計畫正式啟動 而這位繼位者也有了他的名字 韋伯太空望遠鏡 不過,韋伯所背負的任務 不只是接替哈勃而已 還要為整個天文界開張癖圖 過去,哈勃的觀測波段集中在可見光和近紅外線 但因為宇宙一直在膨脹,星系之間距離也不斷增加 這在觀測上面,就相當於光線的波長不停在變長 慢慢地超出了哈勃能夠觀測的範圍 尤其距離哈勃越遠的星系,觀測更加困難 因此韋伯的首要任務 就是要主攻紅外線波段的觀測 如果能夠觀測到更遠的星系 就有可能找到更接近宇宙大爆炸殘留下來的紅外線 這不只有機會證實大爆炸理論 還能夠觀測宇宙前期的樣子 讓人類一窺從沒有看過的領域 事實上,韋伯接下來的任務 也是未來10年天文界的三大研究目標 分別是觀測宇宙早期星系 研究星系形成和演化 還有尋找可能適合人類居住的系外行星 首先,在觀測宇宙早期星系的這個目標上 科學家希望藉由韋伯的紅外線觀測能力 以及超高解析度 看到宇宙最早期誕生的星系 了解星系是怎麼從宇宙 還沒有那麼多物質的時候 演變到現在的樣子 第二,在研究星系形成跟演化的目標上 科學家也希望能夠觀測到 更完整的星系生成、演化過程 還有恒星跟周圍的行星系統是怎麼形成的 當然,就像是探索火星一樣 微薄的高精度儀器 也可能讓科學家們在探索外星生命方面 有突破性的新發現 最後則是尋找系外行星 微薄最主要的任務之一 就是尋找人類可以居住的系外行星 微薄搭載了先進的光譜儀 可以分析行星的化學組成、溫度 還有上面的氣體運動 來尋找可能可以適合人類居住的行星 而為了達成這些遠大的目標 微薄望遠鏡在不同的環節上面 都做了很多的升級 微薄望遠鏡堪稱裝備最齊全技能術 點到滿的旗艦級太空望遠鏡 在裝備方面 微薄望遠鏡的主鏡口徑大約是6.5公尺 是目前最大的太空望遠鏡 也是之前哈勃望遠鏡的三倍大 鏡片的這個口徑越大 就能夠蒐集到更多的光線 讓微薄的靈敏度大幅提升 可以拍到更精細的星體照片 而在觀測位置上面 微薄在太空中繞行的位置 設定在地球上方約150萬公里的 日地第二拉格朗日點附近 這個點是地球與太陽的重力 在宇宙中達成平衡的地方 在這個點進行觀測 就可以固定望遠鏡跟地球太陽的相對位置 而這樣做的好處 就是讓太陽、地球和月亮都保持在同一側 因此雖然太陽、地球、月球都是有溫度的星體 會發出紅外線干擾觀測 但只要微薄望遠鏡背對著太陽、地球和月亮 然後張開它超大的遮光罩 並把遮光罩固定朝向一個地方 就可以阻擋大部分的紅外線干擾 達成更精準的觀測 而對於微薄望遠鏡 科學家投入了非常多的資源 也對他抱有很高的期望 不過微薄望遠鏡卻有一個非常坎坷的發展歷程 這是因為科學家不斷給微薄增添新裝備的同時 也無形中增加了任務的難度 過去,微薄望遠鏡都是在低地球軌道繞行 如果遺跡出現了什麼狀況 NASA都可以派太空人飛上去維修 但是微薄的軌道在地球上方150萬公里 是微薄高度的3000倍左右 要維修微薄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 這也代表所有的儀器和裝置 都必須要不斷的測試和檢查 才能確保它離開地球之後,不會出任何問題 另外,微薄身上這些精密、龐大、又缺衣不可的裝備 全部加起來,讓微薄的體積變得巨大無比 科學家們不得不逼微薄練舊軟骨功 才有辦法把望遠鏡鑽到細長的火箭裡面 而經過了不斷的嘗試 科學家設計出了許多方法 像是把巨大的鏡面分割成18塊小六角形 或是把遮光照設計得更輕、更薄等等 讓望遠鏡有辦法緊密的折疊 而望遠鏡上了太空之後 要怎麼展開也是一個大工程 從展開、定位、冷卻、到校正需要耗時數個月 執行344個步驟,而且每一步都不容許失敗 這些超高的技術難度 也讓計畫面臨了困難的挑戰 原本1996年科學家初步規劃這支望遠鏡的時候 打算在11年後,也就是2007年 就要把望遠鏡發射上去 結果計畫一言再言,拖了20多年都沒有完成 而經費的部分更是嚴重的超值 預算從原本的5億美金一路追加追加再追加 最終用了96億美金 也就是大約2700億台幣 才讓這次的計畫能夠繼續執行 所幸好經過一番折騰和努力 科學家終於在去年的年底 把韋伯望遠鏡送上太空 而本來被迫延後退休的哈伯 也終於可以準備功成身退了 初出茅廬的韋伯,在上太空的半年之後 就交出了亮眼的成績單 也就是分別在今年7月12日、8月2日公布的照片 而這些全彩影像,讓許多的科學家們都非常的振奮 不過我們這邊要提醒一下 韋伯望遠鏡的照片,是科學家們調整過後的結果 畢竟韋伯捕捉的是紅外線,理論上人眼根本看不見 所以科學家有先跟巨紅外線的波長長短,填上不同的顏色 才有了現在這些色彩繽紛的圖像 而在這些影像當中 像是這一張,就是韋伯的第一張升空圖像 相比於哈伯升空中拍到的微弱恆星和星系 微弱升空的恆星與星系不僅更亮眼,也更加細緻 揭露了許多細節的結構 由其他紀錄到的遙遠星系 可以觀測到宇宙大爆炸之後2.5到1億年之間的樣貌 比哈伯望遠鏡當初的11年還要更早 讓科學家們像是做時光機一樣 可以研究宇宙更早期的狀態 而其他微弱傳回來的相片,也同樣非常精彩 像是這張星雲的照片 就是在用紅外線不斷拍攝,才能觀測到的恆星誕生區域 這張南環狀星雲則讓大家清楚看到垂死的恆星周圍發生的變化 而史蒂芬五重星系則在觀察 未來可能合併成一個超星系的四個星系 其他還有很多的照片可以分享,我們這邊先不細講 雖然對於一般人來說,這些照片可能只是很漂亮而已 但對於科學家來說,微博拍攝的照片都有很高的科學價值 為了未來的天文觀測,打下了非常重要的基礎 現階段,微博的主要任務是延續哈伯的觀測成果為主 而接下來,微博會鎖定兩個超級地球 來探索地球早期生命的起源 還有,微博也會拍攝數以百萬計的星系與超新星 藉由這些星系的位置、形狀、亮度等等的資訊 來回推宇宙膨脹的歷史 此外,科學家還打算透過微博 搜尋更多類似太陽的恒星 在針對恒星周圍的行星系統進行進步的分析 像是研究行星上面的搭起成分 是否有生命跡象等等 篩選出有可能適合人類依據的星球 根據目前的規劃,微博至少還會服役10年以上 也就是說,現在的微博才剛剛踏出它小小的第一步而已 接下來,就讓我們繼續期待微博會帶來的精彩成果吧! 其實關於微博望遠鏡 還有非常多心酸的事件可以分享 包含早期設計的大更動 運算緊縮在追加、緊縮在追加 還有遇上新冠疫情的挑戰 命名為微博的爭議等等 礙於篇幅,我們今天沒有辦法介紹太多 也歡迎觀眾們在底下幫我們補充更多資訊 那回到這集內,在NASA公布第一批照片的那天 我們深刻的體會到,歷經20年才打造出來的微博望遠鏡 承載了NASA、科學家 還有世界各地的天文愛好者跨越世代的期盼 像這樣大型的天文研究計畫 幾乎都要耗費數十年、數百億才有辦法執行 而且這還不保證任務一定會圓滿達成 只要過程中有任何的閃失 像是單位計算出錯,或是一個小小的零件壞掉 都有可能導致毀滅性的結果 讓過去的一切努力化為烏有 每次任務、風險和成本都是難以想像的高昂 這也是為什麼當科學家們看到微博成功發射 成功拍到照片時會這麼激動的原因了 那些照片除了好看、漂亮以外 更是代表了過去那些艱辛的付出,終於有了回報 微博望遠鏡的成功 不僅僅是太空科技發展的里程碑 它也像是一扇窗 讓我們在看向宇宙最深處的同時 能夠對自己所在的世界,有了更深的了解與認識 好的,那這集就介紹到這邊 最後想問問大家 你最期待微博望遠鏡接下來帶給我們什麼新消息呢? 找到最古老的星系,讓我們了解宇宙的起源 找到可以居住的行星,全民移民過去 接觸外星生命,把人類帶向更高的文明 拍到美美的照片,讓我們可以換電腦桌布 以其他留言分享給我們吧! 最後,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歡迎分享出去 讓更多人認識微博太空望遠鏡 此外,也可以點這個地方 看看哈佛太空望遠鏡,以及超曲折的黑洞理論史 那麼,今天的志祺七七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就明晚再見囉! ay 小再見 Few 個路 個路 ys 個路 谢谢观看